三十五頭條日報 香港正面臨外圍經濟風險 振英平拉部阻設創科局 2015年7月10日港民P08 答文大會行政長官兩振英、建圖 出席立法會答文大會 指香港面臨外圍經濟風險 需放下爭拗發展經濟 批評議員族拉部阻指成立創新及科技局 認為議員如對創科局有疑問 應盡快開會解決 立法會財委會主席張宇人宣布 下週將英政府要求連續五天加開會 以處理未完成的議程 不過 泛民批評 加開會已有選立法會尊嚴 本部記者梁振英作指 創科局前後審議達三年 政府已多番向立法會解釋細節 為營友議員拉部阻指成立 而政府早前已將民生議案調前 但過去兩週有議員繼續拉部 莫乃光 家會幫倒忙資訊科技界莫乃光稱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良與創新及科技顧問 楊偉雄日前與議員交流 以案原預計遲捨可獲通過 質疑良要求家會市幫倒忙 梁振英回應 如議員對創科局有疑問 應加開會已討論 反指不明白反對家會的邏輯 楊偉雄指 創新及科技發展有助推動經濟多元化 改善市民生活質素 認為現在是關鍵時刻 令香港從服務業轉型到知識型經濟 民主黨主席劉維興形容 加開會已令立法會變成行政長官的勞皮 令立法室去尊嚴 會與其他泛民相討才決定是否參與拉部 公民黨議員陳家樂作去順章與人 要求楊偉雄立即下週有關會議 回應質詢